其实这点还是挺难的 第四项黑科技呢 叫全功能的NFC 我们在NFC这个路上呢 走了三年多时间 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那么今天 我们支持了什么东西呢 除了在支付环节以外 我们直接在对接银行 我们已经开始公车的银行 有建行 交行 招商银行 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 平安银行和新业银行 9月份开始公车的有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光大银行 北京银行和广发银行 同时呢我们也在对接 这个微信支付 阿里的这个支付宝啊 还可以支持公交卡和地铁卡 我们支持的公交卡 支持了哪些城市呢 深圳 上海 北京 武汉 苏州 和广东省 9月份即将支持的城市 还包括重庆和杭州 我觉得小米5 在全功能NFC上 也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这就是很多城市公交车上的刷卡器 然后呢我准备了两台小米5 来去进行一个交叉的一个刷卡 首先 长按音量键的向下键 然后出现一个公交卡的一个标识 然后贴近 好 已经扣款成功 扣了四毛钱 请您上车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另外一台 也是长按那个音量键 向下 然后再刷一下 OK 这就是整个刷卡的过程 接下来呢 会给大家来去展示一下 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有两台Post机 演示一下那个刷卡的那个整个过程 好吧 麻烦号手帮我拿一下 谢谢 好 演示一下 然后靠近Post机 大家能看到吗 这就是模拟消费的一个过程 刷卡的一个过程 它整个过程 其实无论流畅度 还是体验 还是功能 跟Apple Pay 是一模一样的 今天呢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